你眼前見到,甚至黃口碼頭拆的 都不需要任何證據都知道為何要拆 因為是一個建築圖騰 我們眼前見到的香港最高危 還有哪些你猜是特區政府將會拆 而是我們一定是搜不到的 罵也是無謂的 搜不到的東西 現在似乎是傳媒不關注民間出動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可以被拆 之前有個中環葛倫街古跡群 原本就是要拆的 而且那邊的人說扭曲到三十年法建築 就是為了一個所謂起樓的需求 而將歷史的價值扭曲了 但是如果不是有一幫人 要中世的關係做去爭取的時候 這些就沒有了 那場戰爭全部都開始了 譬如說永利街 譬如說上環那些堂樓 全部都是 四方八面都打算針對這些建築去查 就不是一棟二單位 我覺得這個情況是惡的 但是我剛才說 我認識他們的時間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趨勢就是 就是要跟政府或市局交戰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學生的程度去跟他們划算 就是你是要自己去跟著他們的說法 是要去檔案觀查資料 論證他們歷史價值 查土地得記查 查他們轉手情況 然後你要頓正去這個地方 是有什麼歷史價值 有什麼人在這裏住過 其實這件事 是應該當局去做的 因為這個意義應該是 他附予語 而不是我 拿我份工的空譽時間 去幫你越早台跑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就是說你不做這件事 全部都是會有被拆的可能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有時候 就是香港的資格重要呢 就是如果我們沒有一班資金人的時候 其實所有事情都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查了 土地不夠 我覺得這件事是大問題 所以我覺得 令到大家去明白 基本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你好 謝謝 余先生 我想請教你 怎樣看現在郵政總局將會拆這件事 因為舊的郵政總局拆的時候 拆了事後 大家才有很多迴響 現在新的郵政總局 其實都是七、六年啟用到 如果沒有記錯 都好像說都是四十多年 你覺得它的價值是在變 或者拆的時候 會不會有很大的迴響 謝謝 我的價值就是它重用不到 還新生正正正 還有如果你想想 那個位置 起個高樓的時候 是不是有屏風效應 我們不是玩小City City就是那個地方 起到最高 然後就賺最多的錢 其實你在中行行的時候 那個位置很痛重 因為它很低 還有一個最簡單的原因 就是環保 沒有的 你真的拆了 當時是想起ID 就是想在中環裏面 可能打高DAAID 就是一個通風效應 你正正就是推翻當時的設計 是不是開倒車呢 我覺得還有 都還能用到 要拆這個就是最基本的東西 但是現在似乎都 都還要動 但是它動在旁邊的一個 天使馬和停車場 我也是同樣說一件事 你用到有拆 其實是否有規位做好一點呢 是否一定要放在中環呢 是否應該開放其他地方 更加好一點呢 其實我和國家 有行政的商業區 都是分開的 我覺得這樣可以試一下 就不是每次都是拆過一檔 起過一檔 賺錢又不是多 我覺得奇怪的 謝謝 余先生多謝你剛才的分享 我剛才聽到一個很有趣的點 就是在說以前的報紙 用香港居民這個章 去形容著香港的人 剛才你也有提過 關於香港人的身份 可能在戰後 某一個時期的時候 去發生了 或者慢慢去產生 有沒有一些什麼事件 當時會令到它 突然間有一個 就是說會有一個香港人的 identity 慢慢的 build up 究竟是發生在 即是那時候 香港慢慢發展的時候 還是覺得香港突然間知道 香港要回歸之後 才慢慢去 build 這個香港人的身份 這個可能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香港人的身份 即是回歸之後 現在的特區政府 或者是中共政權 都可能想去淡化它 你作為一個讀歷史的人 你會看到 究竟是它之後 究竟是一代人之後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 將來十年十五年裏面 究竟會否可以 可以保存到 或者會慢慢被淡忘呢 第一件事 我不是讀歷史 我讀中文 我是讀文學的 不要緊要的 我純粹都是 投一個照去 傳證一些觀念 其實呢 我最初找報紙的時候 我都是想找香港人的身份 我就去看報紙 但是報道有效 就是那個 香港居民 香港人 這個所謂的keyword 是戰前戰後的分界 真的很明顯 香港居民 剛才沒有解釋 就是戰前 你是四年定居 才能成為香港居民 這樣 你問我 為什麼有這個identity 其實它報紙裡面 是沒有直接說的 因為當時 其實如果戰前 之前的報紙 一牽涉敏感的 topic 它就會在報紙裡面 不是開天窗 是交叉X1 是交叉三角的 那些負荷 因為它蓋不設板 但是戰後 它又沒有解釋這些東西 但是 如果你看歷史來說 還有那個發展來說 很明顯就是 怕共產黨 那個恐共心理是有的 其實我剛才說 那些人 那些人 國共內戰之後 是害怕的話 就回到香港 然後轉回大陸 其實你看到歷史落潮 都是一樣 那些人不敢回大陸 原因就是 它是國共內戰 425年 49年 然後 然後大陸出飢荒 現在 去世代 然後 那些生反 勤反 返運動 文革 全部都是成為 大量中國難民 下來香港的浪潮 跟著浪潮很明顯 人的黃產港 所以視香港作為長遠驅逅地方 所謂自稱香港人 我覺得這個壓力是因為 有些壓力而出現的 身份這件事很吊詭地 是受壓力而有的 例如說日本侵華 中國人是最危險的時候 所以壓力還是有的 所以你回歸之後 情況就是又不想 是這個成分地的一份子 亦都對回歸中國 產生恐懼的時間 那你便是香港 譬如說天星碼頭 華碼頭的出現 就是我要找回一些 見得到的東西 作為我identity的衣服 我們會尋找歷史 照片 建築 文化 地道 小店 作為我們傳承的對象 所以從這些情況之下 壓力之下 或者是刺激之下 導致身份出現 所以無論是戰後初年 香港人身份 還是回歸的現在個人身份 都是因為有刺激而來的 所以你無刺激的時候 那些人是不會理的 照喝照吃 一都不理 我認為就是這個原因 Jacky 個人身份 我想問 因為剛才也有說 一些新的建築物 其實現在海濱 另一個叫做新的地標 可能是波天輪 波天輪 翼首封波時 都有一些陰謀論 是否好像看見 一些中資的勢力 去搶奪中環一帶的用地也好 核心地區最美的辦公室 你覺得跟今天講的這個題目 有否能夠呼應到 或者是否有這個情況出現 中資大舉數 其實是為滿人區有錢 但我剛才做了一個一週刊訪問 就是講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我的觀點 就是中資不僅是中環外賓 中資大舉數 其他外賓都有 但我覺得 其實大部份島來 它還是非中資的天下 我覺得又不是那麼有謀 但我發現 所有的中環發展 都是為商業 零售服務 但我突然想起一個重點 就是當時我去建築私樓做碳房 他發現有另一個觀點 就是現在很多商下 有很多購物房 他說因為網購和消費文化轉了 現在似乎是開始比較喜歡 建築一些戶外露天的坦蕩和地點 這個設計 現在將軍澳開始出現了 其實新的幾棟 它是比較重視露天的戶頭設計 其實都對 你想想 你ICC IFC 你時代國人場 你其他商場 你買的東西是一樣的 你去到 你其他國家的商場 你都一樣 但是為什麼我不可以放口呢 所以 他的預期說 如果中環再有起商場的時候 就會潮流發展 還有 剛才我說的 中環 不用梳乎平坡去連繫 而改用天橋或者露天去連繫 地段 都是一脈雙程 所以就是 我一想起當時的推論 好 請問大家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我們給多點掌聲 Jacky 多謝 謝謝 謝謝 謝謝